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瑪麗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地圖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瑪麗人 瑪麗人的建築木材可以減15% 因為在前期省下大量的木材費用 可以多撒幾屁農體 讓你自己經濟好一點 他每個時代 軍營的單位會加一護甲 所以他的劍勇是遠防最高的劍勇 他的金礦持續多30% 就是這邊黃金喔 假如是800嘛 一個是800 但他會多30%喔 他的村民只要去挖的時候 這個黃金庫存 會減少得比較慢一點 然後全部挖完之後 總體也會多30%的一個效果 那瑪麗他最特別 是他這個金冠 飆悍精神 可以增加騎兵的攻擊力加5 所以瑪麗人打這個大後期 瑪麗人打這個大後期 瑪麗人單位是蠻香的 畢竟是攻擊力加5 連這個肉馬都吃得到的一個效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印度斯坦 那印度斯坦的話 講概率一點喔 他的村民非常便宜喔 他的火藥單位也是非常強化 火藥單位還有近遠防各加一 而且喔 再點一下這個印度火衝 金冠科技喔 火箱還是加二射程 那他還有這個全遊戲裡面最痛的駱駝 攻速最快 攻速最快的駱駝 這個攻速速度會加25% 那這個駱駝還可以升到帝王死蛋的一個 這個叫什麼 帝王駱駝 好的 這個叫帝王駱駝沒錯 那帝王駱駝他也是非常 強到有點誇張的一個單位喔 但是造價也不便宜喔 所以帝王駱駝要按出來也是需要 一段經濟喔 才能點得出來的東西 所以也不是每一場喔 這個印度斯坦喔 的玩家一定會去點這個 印度的帝王駱駝 因為要點出來跟遊俠差不多難點 點的時機也是非常講究的 畢竟印度斯坦的打法非常多遠喔 有打這個古拉姆 還有這個駱駝嘛 好再來就打這個火槍 好 算是比較多可以選擇去 選擇一個針對性的玩法 好 那這邊我們先來看一下經濟方面好了 很久沒有來講這個配置了 那配置的話 兩邊應該都是打20匹肉嘛 那看起來豬都是時間吃得蠻早的 而且這邊印度斯坦喔 路已經趕完了 那反倒是瑪莉這邊喔 這個路還沒吃軟 經濟上的感覺是會少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喔 差一隻路並不會差得非常誇張 而且他瑪莉這邊喔 前面的一個模仿 太前面了 這個要守真的有點困難 但是如果真的硬要守的話 這片果汁喔 可能也會很慘 因為會尾太大 好不然就是要這樣子 那他決定要捨棄果子 然後用個TC連防小微 因為小微的好處就是 讓自己的村民喔 建造時間比較短一點 然後可以換取更多資源 那這邊會不會抓到嗎 這一隻村民沒有點織布喔 這個印度斯坦的刺頭下來 就會抓到這隻村民 因為只有25滴血迷之步 這個時間點抓勢還來得及了 好那印度斯坦這邊非常高速喔 十七村就按封建時代了 那這邊應該是高速落馬 應該會先下一個軍營 然後待會會下馬舅 直接出這個落馬 那這邊是雙伐木的一個選擇 雙伐木的好處就是灑天喔 也是很好灑的 短期之內喔 他不會先灑天喔 會先把這個動物吃完 好那這邊就是等封建時代 一上喔 就要來蓋這個馬舅 大概在那之前 由於他已經先投資了一個 伐木場的關係 所以這個漏馬 可能不會第一時間出來 可能會晚一點點 因為畢竟他均勻都沒有下的關係 那馬舅的部分喔 可能還要再等一下 才會有這個木頭 可以去做生產馬舅的一個動作 好馬力人這邊也點了封建時代 但相差大概一分多鐘 那馬力人這邊的選擇喔 是19P人口上了 差兩人口 這一個時間點 好這邊第一時間下之後 哇 你看沒有木頭 所以他也沒辦法極限落馬 而且還會卡人口 所以這邊 但這邊 就算這邊高速上封建喔 優勢也就是提早點這個 伐木技術而已 這邊出肉馬 已經有點慢了一點 這邊開始挖黃金 可能是要轉小弓了 而不是要轉這個肉馬了嗎 要轉肉馬的話 這個鐵也稍微灑一下 結果還是轉肉馬 這麼高速打一個封建快弓 不出肉馬 感覺好像回事不對勁喔 好 帶馬力這邊也上封建時代 那看到這個時間點 通常喔 只要看到對手 這個八分左右 就上封建時代喔 自己心就要有底喔 對方一定是高速上封 然後打肉馬 那為什麼有人會說 為什麼不是高速上封 打這個射箭場 小弓 很單純喔 就是因為小弓成型 速度比較慢 就算他17分鐘直接 小弓喔 也很容易守得住喔 過來的時候 你差不多也封建了 你的射箭場也下得了 毛兵也按得出來 基本上小弓喔 失敗率 騷擾的失敗率就很高 但肉馬不一樣 肉馬機動力高 而且可以很提早的 就按出這些單位出來 做一個騷擾 雖然會被這個長槍兵 給克制度喔 但自己防守好的話 還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時候的防守好 就是這種改委的要委喔 不要說什麼都不委 然後人家肉馬過來 然後你也沒長槍兵 那就真的是插力蛋了 但肉馬 但是對於會玩的玩家來說 還是比較好防守一點 但相對的 他出門的時間也是特別的喔 OK 那這邊是三隻肉馬 對上這邊馬力也是三隻肉馬 那馬力這邊 經濟稍微好一點點的感覺 一級伐木一級舔都點完了 但是印度斯坦這邊也是喔 那村民宿目前是24村 打25村 看起來這個馬力了 是不是稍微有點 小小的斷村啊 好像TC有慢了一點 是不是 對 馬力這邊慢 0點 慢了 9秒嗎 這是什麼 應該是9 不對喔 對是9秒 呵呵 這個TC喔 那個 少了9秒的運長 那印度斯坦是5秒而已 所以這個面表上 會看到一個印度斯坦村民人口 領先的一個狀況 並不是印度斯坦的村民造得比較快 雖然他是造價的便宜喔 村民 但是並沒有加速的效果 有加速效果的話 是這個波斯喔 所以我蠻推薦大家去玩波斯這個文明 去練TC不斷村的運轉 然後邊出邊邊攻擊 然後邊出村民 我覺得波斯可以練到一個不錯的效果 再來 這邊戳戳得到嗎 戳不到 好 是肉馬打是肉馬 那瑪莉這邊木頭有點多喔 可能要趕快一直灑天 但是這裡的羊還沒吃完 那這邊村民 應該是會待會把這個羊吃完 瘋狂灑天 但是他想要保持維持十木的一個數量 因為這邊 其實印度斯坦算是偏多了一點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伐木 喔 這邊加了TC必須在灑 像是配置有點不太一樣喔 十二木感覺太多了 變得太多的話 這個時間點 挖這麼多木頭 其實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你也不是要雙射箭場去出小弓喔 所以木頭可以不用到十二 可以十或八 八滿極限的 我覺得十差不多 那十木的話 自己農田就可以一直灑一直爽 村民一出來就可以灑 村民一出來就可以灑 好 很舒服 然後 還有餘力喔 如果這個 村民大概十五片田左右 十六片田 還可以下個四級喔 再來高速上這個 城堡十大 買賣一波 這個打牌也是可以有的 這個就比較進階一點 我們這邊 沒看到就不先多彈這部分的一個操作 好 那瑪莉這邊的小弓 直接被印度斯坦攔截掉了 有點慘 小弓全部截掉了 第一波進攻騷擾已經失敗了 那這一波想要再出去的話 可能也打不太多什麼東西 因為印度斯坦也快要上城堡時代了 好 這邊肉馬過來看 這邊下射箭塔 洗一下 那這邊就是沒有下射箭塔 根本有下射箭塔的一個差距 很明顯 但是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印度斯坦 本身村民喔 就可以省下很多的肉 所以他 田少得比對方快之外 自己也省下大量肉 所以三時代也不會落後到哪裡去了 好 那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喔 三十六村 那一村可以打九折 等於是 十村 十村多少 五十肉 對 單肉大概省了一百五十肉 快兩百肉左右 好 這個肉量就很明顯 就可以大幅的領先這個時代 只要自己肉馬按的不是非常多 就有機會喔 可以高速上城堡時代 那這邊印度斯坦 下城堡時代之後 點的是這個一擊勝 肉馬這邊互打 我長長命殘血 只是硬卡沒問題 哇 砍死了兩隻長命 跟兩隻肉馬 這肉馬只剩一隻了 好 我們過來找一下 我們戳 那這裡有一隻小公 那小公也知道 他自己做不了事情了 那馬力打工兵也是比較弱一點的喔 他只有二級射而已 而且也只能到奴兵 也沒有這個帝王時代的這個強弩 但是有這個拇指環 但好消息是喔 他這個 不好意思我更正一下 馬力人是有強弩的 我想說他應該是有強弩 他有強弩喔 但是沒有三級射 這個缺點喔 導致他的戰毛 對抗工兵來說會比較弱一點 而且如果一直想要去打強弩的話 跟對方對射喔 有很大的機率會輸喔 畢竟工兵最需要的就是這個三級射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玩馬力 然後需要後面喔 有一個遠程部隊幫你的話 那最好是出飛刀手 那飛刀手這個單位喔 雖然是 攻擊是有射程的一個單位 但是他是近戰單位的一個屬性輸出 就把他當成劍勇 會跑的劍勇 然後這個傷害 是劍勇的傷害就好 所以本身有飛刀手打這個騎士啊 攻城器喔 傷害都很高 但是就是 這個飛刀手 非常不利於打工兵喔 尤其是馬功 馬功是因為對方是會拉打的 那自己雖然飛刀手跑速快了一點 但是遇到馬功還是跑不贏喔 然後射程又比馬功更短 所以這個馬功很容易喔 就可以把這個飛刀手追著跑 所以馬力人出飛刀手的機率喔 機會是不多的 主要還是會打這個 馬的方面喔 去做一個選擇 還有這個步兵 那前期我們有講到喔 這個步兵單位喔 遠防是每一個時代 加一護甲的 不好意思喔 這邊有救護射精過 可能是要把我急去中醫了 呵呵呵 最近真的太累了 最近終於把嘴破搞好了 我發現我只要沒事嘴破 或是 沒睡飽 然後 火氣大 舌頭破洞之類的時候 就有觀眾又要講我 講話不流暢這件事情 雖然我自己也是心知肚明 平常可能講話也沒那麼流暢 畢竟 常常沒有很常有機會可以講到中文 那最近喔 開始拍影片之後 就比較常講中文 但是我嘴破的時候 我真的沒辦法 那個 太痛了 所以講話就會一直 這樣子 就很容易就喊乳蛋 那我平常喔 就是常常在 喝咖啡喔 在忙一些工作的關係 所以根本沒辦法 讓自己好好的休息喔 然後工作忙完之後又要來拍片 然後又要去看一下天梯現在有什麼比賽 可以給大家呈現的喔 所以有時候 我這個講話口條 我自己也知道自己口條不太好 有點努力的喔 去糾正自己的口條 那 這方面還請大家多多見諒啦 好 那瑪莉這邊選擇是打這個騎士喔 加弩炮 那印度斯坦打一個工兵 加上駱駝的一個搭配 這個搭配還不錯 印度斯坦 雖然工兵沒有非常強 因為這個工兵沒有這個強弩 但是陳某時代打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陳某時代人人平等 大家的差異都是領都沒有三級射 三級防攻之類的 那這邊工兵打一下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是不要按太多工兵喔 因為畢竟上帝龍時代的話 這工兵依舊還是要送掉了 不去哪去燒了 所以沒辦法當一個印度斯坦的主力喔 因為到了帝龍時代之後 印度斯坦的遠程部隊的後補 就是這個火槍兵喔 其實也用拆到這個奴兵了 好 哇 這邊 哇 這邊 這邊 這邊串燒 串爛 但是也沒串了幾隻 這個三台奴炮就直接送掉了 好那瑪麗這邊要繼續出奴炮嗎 還是要想一下 對方出弱駝 那騎士最好是去做殺老 正面的話絕對會輸 由於印度斯坦這邊出弓病的關係 瑪麗這邊出騎士有點猶豫喔 要去按騎士對他來說有點困擾 但是按駱駝的話也按不贏喔 因為對方的一個駱駝有這個攻速加成 所以即使瑪麗出駱駝 對方互打也不一定打得贏 而且到了帝龍時代 雖然瑪麗有這個彪悍精神 但是到了印度斯坦這邊喔 也有這個帝龍駱駝 他的攻速一樣很誇張 血量又多 所以整體而已喔 瑪麗打駱駝 打到後期可能會有點難打 好貓兵這邊走過來 要錢家了嗎 那目前三方 兩家都是打3TC喔 那印度斯坦這邊上城堡斯大 相對對他比較有利一點 畢竟印度斯坦的村民是很便宜的 這邊可以提到開第四個TC喔 3TC穩定之後 二級伐木二級農田喔 點下之後 還有這個輪軸 點下之後 第四個TC喔 就馬上去開出來 不能在這種時間點 不開第四個TC 像這個地方開TC也不錯 或是這個地方 開個金晃區啊 或是外面這裡 都可以 那印度斯坦可能在猶豫喔 這邊哪裡開TC會更好一點 因為他自己有挖石頭 其實石頭兩屎可以讓他 去開4TC 但他這邊可能是想要存石頭 然後買賣一波買一棟城堡出來 想要直接控住這個高地喔 感覺玉圖還蠻明顯的 因為大家這邊工兵在這邊徘徊 也沒有要前壓騷擾 什麼都沒有 他前壓也會害怕自己的工兵送掉 工兵送掉的話這個高地也不好守 他自己也是有新之助理的 好 那這邊印度斯坦 哇 這個手推車 上得很標準喔 70吋直接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完成的時候大概存在75吋7 4吋左右 或 78 都有可能 這個實際大概會有多少吋 但他這個時間點下去的話 胖胖就在75吋左右 這樣粗米術喔 是可以得到一個最高的一個效率化 好 但是這邊 駱駝數量有點少 直接被印鞋上來 工兵 補兵 後面是駱駝 直接被串燒 哇 工兵血量掉很快 串燒效果還不錯 駱駝想要擋 但駱駝只有一隻死亡不太了的 後面還有一隻聖女 直接招到了印度斯坦的駱駝 要順帶一條 聽說 像這種單位有外加成的 駱駝 像什麼 驅著羅人阿 印度斯坦 這個駱駝有外傷再加 你只要用招響他的話 你拿到的駱駝是他的駱駝 而不是自己的文明的駱駝 所以這邊招到印度斯坦的駱駝 所以這隻駱駝有這個 攻速25%加成效果 聽說是這樣子 但我這個我也沒證實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真的是蠻強的 好 那印度斯坦這邊要特別小心對方的森駝 而且這邊 駱駝的森駝 修道院蓋得真好 他蓋在最前線 我們之前影片也是有講過這個問題 你修道院蓋在前面的時候 你一定要保證你前面是要打得贏 如果你前線打不贏的話 修道院蓋外面的遺跡可能就會這樣子 直接被封鎖在這裡 而且你也不能產森駝 直接產一隻森駝出來 招搶對方的騎士 你唯有在家裡產修道院 才可以這樣子 隔牆去 招搶對方森駝 去阻止對方進攻 像這種情況 你這邊產森駝都是送光的 除非你又產了第二波部隊出來 打掉第一波部隊進攻 那還有話說 或是像這樣子 有第一波部隊直接過來 藏後盾 然後我們直接招搶 那這個還可以 好 那這波看起來 就算早搶到一點點 駱駝雖然是夠多 而且自己駱駝也被招走 但是瑪麗這邊 才轉出大量駱駝出來 所以目前印度斯坦這邊打 要繼續打的話 出駱駝也沒什麼差的問題 問題是這個數量先續續 好 那瑪麗這邊已經點下帝王十彈 超級是怎麼插入的 好 印度斯坦這邊斷村斷的很嚴重 8分35 瑪麗是6分48秒 好 剛剛瑪麗有稍微小小斷村 兩邊都有稍微斷村 沒辦法 可能兩邊都在打仗 都忙著在控兵 那印度斯坦這斷的有點太誇張了 有可能他4TC也沒開錯 也是其中一隻 但主要是因為斷村的關係 造成他的村民有明顯的落後 好 二級農田點好了 還有這個二級伐木 OK 那這邊 三個掃塔 直接開得出來 然後來看一下 印度斯坦哪裡有POP可以打 那這邊瑪麗到底用斯坦會打到什麼戰術呢 有點令人期待 那印度斯坦這邊看到這麼多駱駝 應該自己也是繼續出駱駝啦 應該自己也是繼續出駱駝啦 然後就在出 冰龍時代出一點火槍之類的 那目前看起來 印度斯坦還是有很蠻大的優勢的 畢竟自己的駱駝還是很強 攻速快 把這波駱駝吃掉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印度斯坦這邊爆砍一波 馬力大量入駱駝直接原地倒地 下面這塊石頭巡能守得住嗎 能守住的話馬力 可能就還有機會 這波印度斯坦直接搶壓上來 需要有點多 攻兵太射 但攻兵射很難 沒有拇指環 慢慢射 啊 那一下有點尷尬 這個殘寶要被蓋起來了 92% 93 94 95 96 9798 99 直接蓋完了 哇這攻兵要是第一時間去射村民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蓋不起來 但是正面有駱駝可能會打輸 但我也不太確定喔 感覺是射村民是比較好的 他剛剛有一段時間在射駱駝 好 那這個城堡 確實是蓋在這個地方 強壓這個城堡 好處就是可以守住門面之外 還可以稍微守一下這個金晃君 但這個金晃還是很危險 所以他在這個城堡射程範圍內 那這邊只要出個矛冰啊 或飛刀手 或是一個火槍 在這邊 這邊硬石坦 雖然受不了 好 印度斯坦這邊點下帝王時代 利用自己的駱駝 直接強壓 然後對方剛上帝王時代 還沒有重行 駱駝三技坦還沒有好 直接打了一波強攻 那瑪麗這邊也是稍微有點 有點沒有反應過來的感覺 因為如果這種時候 第一時間我看到對方 已經壓了過來 通常他都會想要鑽進來 這邊畢竟自己剛上時代 對手也會懂這個點 你剛上帝王時代 絕對不會有這個帝王時代的好處 我一定要在你成型之前 先打一個一波 讓你變身之前 先打出這個軍事差距 或是經濟差距 才有可能在帝王時代 後面才追趕得上來了 好那當然這邊重行駱駝三技好之後 打對方駱駝還是蠻出錯的 所以要鑽力駱駝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效果 但是印度斯坦這邊努力的在反擊 攻擊率25%的 加25%的駱駝 看起來還是要倒光了 畢竟東西的駱駝還是略高一籌 好瑪麗這邊 最後二級攻駱駝 這邊要等到城堡好了之後 再點下這個彪悍精神 這個駱駝就會變成 遊戲裡面 應該是 攻擊力最高的駱駝了 7加7 攻擊力14的駱駝 跟一隻騎士 比一隻騎士還要痛一點 跟一隻動蟲騎士差不多的傷害 但是又Counter對方的 騎士 這個單位 那如果對方出駱駝的話 印度斯坦這邊就不好出這個工程戰象了 因為工程戰象是蠻害怕駱駝單位的 還有就是長槍兵 那如果要工程的話 印度斯坦可能就只能依靠這個 巨型頭斯坦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印度系別的 這個工程戰象真的很強 我現在玩印度 印度系的文明 我都直接出工程戰象 巨頭我只出三台 甚至兩台而已 如果真的要弓箭的話 我還是會出到三台 畢竟三巨頭能搞定一切 我們頻道常常再講這句話 還有三巨頭 城堡通常都是修復回來的 OK 那城堡直接壓在了對方印度斯坦的野礦上 這塊金直接鎖掉有點慘 印度斯坦是非常吃金的一個文明 沒有金的話 印度斯坦可能會非常難打 自己的所有的黃金兵種 完全不能打 就失去印度斯坦本身這個文明的優勢 而且印度斯坦的一個金冠 是大幹道 可以增加所有的黃金的收入10% 黃金的收入也是 遺跡的 這個聖物的跳 黃金的一個能力 也是會增加10% 所以瑪麗這邊 一直壓對方的黃金框 確實對印度斯坦非常的 有點算致命傷了 好那這邊瑪麗 點下這個彪悍精神 看來還是要來直接打 騎兵路線了 好但是這時候印度斯坦也點下帝王 駱駝的升級 把這個牌層在排 好 重裝駱駝升級好 帝王駱駝直接排一下 那這邊可能帝王駱駝好之後才會開戰 但家裡有點BBQ 這時候弓兵直接過來防守 但沒有直接守到上面這個位置 這邊瑪就直接往上走 直接跑掉到提斯這個位置 這個可能要稍微控一下 好這一點金晃還是被瑪麗挖爽爽 但很好印度斯坦就說 有看到後面的這個野精喔 所以還不至於喔 到了斷晶的窘境 好目前133村打上133村 兩邊村民已經追上來了 拼祖山這邊斷晨斷得非常誇張 18分TC斷晨 這個就是觀眾說的 這個基本功的問題 但基本功這個事情 其實也輪不到我們來說嘴啦 這個畢竟連MAP也會斷晨 呵呵呵 雖然他斷晨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能打到 他會斷晨還可以打到這麼高分 兩千分的玩家 對不對 他也是挺有實力的 能斷晨還可以打上來 這就代表他的力態 不在於經濟 而是在其他方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有效的去學習 人家在經濟差的時候怎麼反擊 好 那目前看起來印度斯坦這邊的反擊方式 就是用這個城堡 拖時間 然後把自己的最強兵種爆出來 好 比較單純一點 帝王駱駱駱出來之後 血量160滴血 攻擊力還沒有好 8加4 但是這邊重量駱駱駱是7加7 14傷害 最強12攻駱駱 第二攻駱駱駱 但是還有個好處 攻速加22% 這樣砍起來不知道哪邊駱駱會贏呢 雙砲駱駱直接一致排開 但是看起來馬力的駱駱駱做了一點點 印度斯坦感覺有點害怕 決定要上高地直接反打 高地反打之後 感覺馬力有點撐不太住了 直接往後拉 畢竟這邊有點危險 OK這邊再上個高地的反打看看 印度斯坦這邊也被反打一波 也是爆了血 但是自己馬力的駱駱駱的數量也是削減非常多 這邊攻城戰像升級本來要按 但是被打掉了BK 所以這個攻城戰像的升級 並沒有升級完成 大量駱駱駱又一致排開一致 直接又開打了起來 但是駱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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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駱�駱�� 好這邊瑪麗的駱駝直接反擊 但帝王駱駝傷還是很高 這邊瑪麗大量駱駝直接被砍到 那印度斯坦斯基本身也是少了蠻多的駱駝 但後面的駱駝慢補過來 並且這邊是印度斯坦家裡的門口 這邊補兵速度非常快速 城堡直接進了起來 黃金開挖 開始射射 城堡開始射射之後 這些駱駝也沒有要撤退 目標是把對方巨頭全部拆掉 好 這邊瑪麗蘇黃金礦有點跟不太上了 但是出一些肉麻 肉麻也是蠻OK的 但是被駱駝打還是很痛 三刀十一隻 大家看一下一刀兩刀三刀倒地 肉麻直接原地往生 村民來不及收村 直接大家開Party感謝祭 直接看起來 哎呀 哎呀 已經只剩下了七村在裡面 帝王駱駝直接碾爆 但是後面 印度斯坦撐不住西亞 裡面存了非常多的青騎兵跟駱駝 直接把這坨工兵吃掉 上面這邊青騎兵開始也在騷擾 印度斯坦的村民術開始大幅減少 印度斯坦122村 這邊要來守獅城堡 這邊有攻城戰項升級 血量270滴血 看起來印度斯坦這邊有機會反攻 但是這邊可能要趕快要鎖住這塊 欸 但是蓋城堡還不錯 效果還可以 好 這邊頂掉之後 可能要先想一下家裡的內亂了 這邊的農田已經被塗成白色 但是這邊一隻閃圈沒有發掘到 自己的村民已經損失了大蛋 他這邊絕對是沒有看小地圖 他可能以為這個馬就被封印住了 但是上面有被封印住 那些工兵已經早就 成歸成土歸土 該吃的跟 該吃土的也吃土了 就跟昨天買 巴西的一樣 所以那個士族賽真的很吵 巴西居然輸給了 聽不懂嗎 好 不談不談士族啊 可能 畢竟有人輸錢就有人贏錢 有人贏錢就有人輸錢 所以就是這樣子 雖然我是沒有買巴西啊 但感覺買巴西的人很多 好 OK 那邊黃金礦還在挖 瑪莉這塊野金挖得很爽啊 因為這是印度士坦外面的野金 但印度士坦這邊黃金礦 應該是要挖完 現在四個人在挖而已 後來也是一剩微順不多的黃金 那如果一段金的話 對瑪莉來說 就輕而易舉了 印度士坦打非黃金兵種 跟熱機沒什麼兩樣啊 除了這個戰矛可以打 這個級兵也沒有這個 也沒有級兵可以用 只有重裝長槍兵可以玩 所以印度士坦一旦斷金了 那這個遊戲可能就要GG4命打了 好 瑪莉這邊大量洛脫 想要再出第二次反擊 欸這邊大象是要有點多7隻 但是沒關係 重裝洛脫打大象差很高 這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喔 如果他敢出重裝大象 攻城戰象的話 自己有駱駝 還是可以反擊 那瑪莉這邊就要思考 自己要不要輸這個長槍兵喔 畢竟這個瑪莉也是沒有這個級兵喔 只有重裝長槍兵可以做生 好 正面這邊也一直抬開 直接硬上 帝王駱駝這邊 絕對要守住這塊金礦 這塊金礦守不住 可能就打不贏了 印度士坦左邊的戰線全面退敗 右邊的駱駝也踢了上來 但是正面全部倒光 瑪莉的駱駝直接補了上來 挖到金礦的村民 直接四處逃難 打村民傷害非常高 攻擊力有14 好 正面被頂光之後 這邊的戰象也看到沒有主力部隊 直接往後撤 駱駝直接追殺 這邊有更多駱駝跟輕奇兵 直接出來砍這邊的村民 家裡依舊在BBQ 死了非常多的村民 到了都沒有發現 這邊很多村民都沒在挖農田了 村民數只剩下69隻 148打69 怎麼輸 黃金礦又奪了回來 瑪莉感覺要打爆印度斯坦了 我怎麼覺得這場瑪莉的金礦持續30% 力大功 因為瑪莉的黃金持續 數量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挖這個野精也挖超久的 然後自己家裡的黃金也是挖很久 才挖完喔 這邊看一下後面的黃金量 就知道了 到底有多少 不小心 不小心按錯 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黃金19734 就知道這個30%的黃金加成 是真的非常多 但是這個還有原因是因為他蓋了對手的野精 所以自己黃金看起來會非常多 那經濟目前看起來實物正是有差 畢竟自己印度斯坦農田已經被搞到生活法治理了 那這邊木頭有2萬跟2萬4 木頭差4千 但是這個木頭雖然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黃金還有木頭跟食物 這兩個真的是對印度斯坦跟瑪莉人 都是非常需要的一個資源 兩個小印度斯坦即使有這個帝王駱駝 卻還是打輸了飆悍精神的駱駝 讓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我覺得他並不是輸在單位 而是輸在這個經濟上 畢竟自己的野精沒有控好 還被這個瑪莉搶過去 所以瑪莉這邊控圖的意識還算不錯的 城堡該蓋的時候有蓋 那這邊印度斯坦做的比較差的方式 一點就是他沒有利用自己蓋城堡 進攻正面的時候 需要按一隻巨頭 偷偷來拆這個城堡 那這個城堡只要一拆掉之後 金花就可以拿回來 所以這個沒有去做 邊打正面邊做其他事情 可能就會輸 所以看白普阿黑阿他們 都很喜歡正面扛戰線 然後左右兩邊 怎麼 旁敲側擊 像這種戰術就是非常有威設立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請大家要再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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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影片